全市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今天举行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瑞平 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做出批示 会议总结2017年全市发展改革工作 聚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 明确2018年重点任务 为成都全面落实年各项工作扎实精准落地落实 做出具体安排 范瑞平在批示中指出 过去一年全市发展改革系统 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在宏观经济运行重大战略研究 重点项目推进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 工作扎实成效显著 2018年希望全市发展改革系统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按照市委全面落实年工作要求 聚焦高质量发展 更好履行宏观调控和综合协调职能 全力抓好重大战略 重大改革 重大政策 重大项目 落实建效 为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 奋力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7年 全市发展改革系统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在重大政策谋划 经济体制改革 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18年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统筹抓好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等各项重点工作 为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 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从会上获悉 在全面创新改革 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 乡村振兴 构建城市基础设施网络等领域 2018年的成都将有新变化 新作为 以深化关键领域改革为突破口 居民融合领域 今年将创建国家居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加快设立总规模20亿元的居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 推进航空航天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军工科技成果 再融转化 培育龙头企业 独角兽企业 师范厅建设 开展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人创建 鼓励经营主体申请发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企业债券 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重中之重 着眼全国对外开放和经济版图中的战略地位 今年 成都将坚持以大通道带动枢纽经济 提升城市枢纽能级 航空方面 天府国际机场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加快推进 完成双流国际机场扩能改造 要加快建设国际性铁路枢纽骨干线路 推动成都至自贡高铁 成都至新宁铁路开工建设 城市高质量发展将为市民带来全所未有获得感的提升 今年 城市基础设施将加速城网 地铁一号线三七 三号线二三七力争建成 运营里程210公里 推动开展5G组网和规模应用示范 积极推进天府中心 成都科学馆 成都自然博物馆规划建设 把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吸引人才等高端要素 不断扩大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 城市新闻报道